大家來到弘健全基金會 來聽我們今天的一個創新的講座 就是我們要談秀如夢 鄭元和的人生回望 想問一下今天是第一次 來到弘健全基金會 可以舉手一下嗎 你們應該是温宇航的粉絲 對不對 聽說今天有很多 温宇航的粉絲來到現場 那我們有跟老師確認一下 等會兒他的演講你可以拍照 但是我們提醒大家 你不要站起來拍照 因為如果你站起來 你就會影響到後面的人 所以你就在你的座位上坐下來 你可以拍照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演講 因為我們有透過網路直播 有非常多的朋友反映說 他們沒有辦法到現場 而且我們現場其實不大 所以我們今天現場是 除了你們在這邊之外 我們還透過網路直播 所以如果你站起來 有可能畫面你就擋住了温宇航 你可能就會在我們美容講到 臉書上面被粉絲們開罵 所以提醒大家不要站起來 今天這個活動其實非常難忍可貴 這是洪健全基金會 我們贊助國光的一個一系列的活動 我們從去年開始跟國光合作 贊助國光劇團 人才培育的案子 以及新劇的創作 今天是新劇的創作 這一齣秀如夢其實就是兩個國家的國寶級之間的一個合作的模式 那我們希望說除了贊助表演藝術在舞台劇上面演出 也能夠有這樣的講座 讓大家欣賞一下這些創作的緣由 我們聽聽主角們 聽聽編劇們 他們是怎麼詮釋他們在這個角色裡面扮演的角色 那今天話不多 因為大家要看的是溫宇航老師 我們先請國光的小瑜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溫宇航 溫老師 各位好 很高興 我是國光劇團負責國際演出的余斐林 大家都叫我小瑜 余天的余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也非常謝謝洪健全基金會的全力支持 國光的台灣金劇接班人計畫 以及新編系的一個計畫 這個台日合作歷時三年 我非常有榮幸的這個機會 從2014年一剛開始就接觸這個計畫 然後開始學習探索 然後也從這個計畫當中認識了溫宇航老師 我也從 像各位一樣 從身為一個媽媽 很佩服這位年輕人 她在藝術上追求的探索 跟願意嘗試創新的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所以我這個媽媽現在也變成溫宇航的粉絲 那很簡單的介紹一下溫宇航 溫宇航年紀比我還小 對 但是 對 我很生氣 她年紀比我還小 然後呢 她的學習 還有她嘗試想要突破 然後她怎麼追求 怎麼樣子把這個戲全是好的 這樣的態度令我非常欽佩 所以這三年當中我覺得我參與這個案子 有一半的原因也是因為她 因為你會覺得這位藝術家真的非常可貴 她帶來給我們很多的資養 好 補充一下 她是來自北京 昆劇團的溫宇航 然後有一段的傳奇故事 她在1999年到紐約的林肯堂 她是全球唯一演過全本的牡丹廳的唯一男主角 大家為她鼓勵一下 那後來呢 這個傳奇故事輾轉的 她選擇落腳在我們台灣 跟著國光劇團一起 追求戲曲的創新與探索 以及傳承昆劇在台灣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她 溫宇航 張世青 您好 唷 今天 各位今天來到民眾講堂的朋友們大家好 非常高興的 其實很早就開始期待 能夠在這邊跟大家一起見面 然後聊一聊和我的信息 和大家一起來分享 我在表演藝術方面 一些最新的作品 所以今天我到這邊來 除了和大家一起 來分享我的這樣的一個進度歷程 同時也會在中間穿插一些小小的表演 讓大家可以在我們還沒有正式的公演之前 可以有一個先度為快 那麼我知道 鄭元和的人生回望 一看到這個標題 我們就知道 它是一個 怎麼說呢 它講的是一個 一個男主角的 它的一個人生故事 這個 我先來說 比如說我來到國光劇團 其實我來到國光劇團 已經加盟了 國光劇團 已經有八個年頭了 在這八年以來 其實呢 我不斷地 不斷地學習 那麼也排了很多很多的戲 我覺得呢 在這麼長的一個時間過程當中 其實呢 我就是 不斷地學習新的 這個表演上的知識 不斷地創作新的人物 試圖把自己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能量 發揮到最高的 這樣的一個極致 每一齣戲 都是抱著這樣的一個心態 來做創作的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說呢 我學習了很多很多 那麼我覺得 這一齣戲 秀如夢 真正是我 開始 在這個舞台上 比較悠遊的 可以很好的 把我之前所積累下來的東西 把它反饋出來 然後呢 把它比較集約地 呈現在這樣的一齣戲裡面 我覺得國光劇團的 它的創作 有一點 就是它已經進入了 非常穩定的 非常穩定的這樣的一個創作 一種創作期 在這個創作的階段呢 我們不會這個 怎麼說呢 就是天馬行空 憑空冥想 然後呢 搞出一些個有的沒有的東西 我們非常從 從劇本的 從劇本的設計 我們要演什麼類型的戲 我們這個戲 要編出什麼一個 這個故事 我們要怎麼來形成它的 它的這個 這個 說故事的這樣的一個脈絡 包括呢 我們怎麼追求 這樣的一齣戲的 它的一個美學理念 包括我們要怎麼 和因人設戲 來進行鋪排 這樣的 這樣的每一個細節 每一個細節 我覺得都有非常非常理性的思考 和在這個實踐上把它都照顧到 所以說呢 每一齣戲做出來 它都有 具有相當的一個水準在這裡 它這個不會 今天好了 明天再排一齣戲 好像又不靈了 它不會出現這種狀況 所以呢 在這樣的一個 在這樣的一種 這樣的一種 創作的氛圍當中 我們誕生了我們的新的秀儒夢 秀儒夢這個戲 其實我們在國光劇團 已經都 已經都 其實已經運作了三年的時間 在這三年的時間當中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從劇本 從劇本是要怎麼 怎麼來呈現這麼一個故事 怎麼來尋找竊題的故事 其實呢 都我們的總監安琪老師 都是這個費煞苦心 那麼所以說呢 在選定秀儒夢的這個 這個題材的時候 我所拿到的第一稿的 這樣一個劇本 和我今天演出來的這個劇本 實際上呢 也是這個 這個大象徑庭 大象徑庭 幾乎是 幾乎是兩個劇本 幾乎是兩個劇本 所以說呢 在 這樣的一個 這個 文案的創作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其實呢 就已經鋪住了 很多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心力 那麼 真正我 接觸到這個劇本 正式下地 開始排 實際上呢 用了 也要用了一年的時間 一年的時間 那麼 我們 我們 6月份 6月份 是在 日本的 那個 橫濱 豐田 還有 新戲 這三個城市演了四場 演了四場 手演了四場 受到了 比較 比較 強烈的 這樣的一種 回饋 那麼 可想而知 我們為了這齣戲 所 這個國光劇團 所付出的 各種各樣的 這樣的一種心力 都倾注在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劇目當中 尤其是 我們在 接手這齣戲的時候 在接手這個戲的時候呢 我們就 知道 它是一個跨界的合作 它是一個台日的合作案 它不僅僅是一種跨國製作 它還要跨藝術 就是跨文化的 跨文化的 而且呢 還要跨藝術門類的 所以說呢 它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一個跨界 所以說呢 它包含了幾個層面 我們國光劇團 我們國光劇團 這齣戲是第一次做這種跨界的 尤其是跨國的這樣的一個製作 這是第一個劇目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 怎麼說呢 逐步摸索 創造經驗的這麼一個過程 第二個呢 它是一個跨文化的 跨文化的製作 它和日本的這個日本的這樣的武勇 和日本的三位線藝術 還有講唱藝術當中的長輩 這樣的所謂的 所謂的就是說 我們日本的這個能樂當中的 一些個有機的這樣的部分 我們要和這些個 這樣一些的一些藝術門類 來做對話 來做交流 同時呢 在我們自己台灣的 這樣的一個創作團隊當中 實際上呢 我們也有跨界的表演 就比如說 我們當中呢 有兩位木偶的操作師 兩位木偶的操作師 他們在這個劇 在這個戲裡邊做黑衣人 做黑衣人 他呢 操作這個木偶 這個偶是什麼呢 這個偶 實際上就是那個秀儒 秀儒 秀儒是什麼 秀儒就是女生外面 配的這個大斗篷 他呢 這個秀儒就是女主角 李雅仙身上經常 這個配飾的這樣一件衣服 所以說呢 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傳統的意念 來做這樣的一齣戲 我們說 它是一個昆曲和能劇的對話的 這樣一個跨文化的創作 那麼這個戲 這個戲 它是以能劇的松風 這樣一個 松風的這樣一個 作為一個基調 基調 然後以昆曲的秀儒記這個故事 來與之相應 那麼呢 捏出等待為共同的 這樣一種情感的焦點 再以作為情感依附的秀儒 串聯成了昆能心劇秀儒夢 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所說的 以松風為基調 我們知道 在日本的這個能舞台上 有兩種不同的這樣的一個表現方式 一種方式呢 也就是說我們叫做現實能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是 講一些現代的這樣的一些故事 還有一種表現方法 它就叫做夢幻能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舞台上 講的都是一些個精靈古怪 講的都是一些個冥界 這樣的一些故事 妖魔鬼怪的這樣的一些故事 有神有鬼的 所以說呢 在這樣的一個題材當中 這樣的一種編劇的形式 編劇的形式 那麼就是松風就是這麼一種編劇的形式 這麼一種創造的這樣的一種思維的思考方式 所以呢我們用了這樣的一個思維方式 作為基調 來對秀儒記 來進行 進行這齣戲 傳統的秀儒記 進行一個創編 所以呢我們的秀儒夢 實際上呢 是依附在這樣的秀儒記的 這樣故事的 這樣一個前提下 所做的一個全新的作品 這個作品呢 在這個傳奇當中的這樣的一個秀儒記當中 是沒有辦法找到與之相互應的 這樣的一個情節的 所以說呢 我就覺得 我就在一開始 在接到創作的時候 我就在想 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做這齣戲 哎呀 我就 其實還蠻苦惱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沒有跨界的經驗 我也不知道跨界應該是怎麼一個跨法 尤其是跨界這兩個字 對於我的 這樣的一個表演經驗的 或者是我所見到的這樣的一個經驗當中 跨界這個東西啊 其實呢 它有一點點的負面的印象 負面的印象 也就是說呢 在我們這個以往所看到的 這個很多的作品 跨界作品 就是好像就是 什麼是跨界啊 跨界就是東摸摸西摸摸 這裡邊就是東拼西湊 然後呢 簡單的對話 然後呢 就分到揚鑣 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然後呢 就是想要 想要那個 這個 特立獨行的 那個 初心 求變 這種東西 如果左右了你的 這個創作的思維方式的時候 這個東西 它表現出來的時候 表現出來的時候呢 它有可能非常的另類 有可能非常的 怎麼說呢 就是 不好接受 所以說呢 我說 看過了人家的 這樣的一個跨界作品 我想到我自己 我自己 今天也輪到我要來做跨界了 那我要做出一個什麼東西來 這個東西 是不是也一樣 搞一個東拼西湊的東西 然後拿出來被人家罵 所以說 我在 我在這個 做這齣戲之前 其實我還蠻惶恐的 但是呢 我想到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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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點 想到了一個點 這個點 是什麼 這個點 就是我們都是 人類的 口述及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那麼 他們在2001年的5月份 中國的昆劇 和日本的昆劇 都同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到人類口述及 廢物質遺產代表作 當中的這個名錄當中 也就是說 日本的能月和我們的昆曲 它都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我們有這樣的一種文化上的這種 這種對話的這樣一個高度的時候 我們就找到了一個對話的一個利基點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把自己文化當中 五六百年以來 所沉澱下來的這樣的文化遺甸 很好的展現在這個跨界作品當中 我想我是這麼思考的 日本的藝術家 我想他們也是跟我一樣 也是這麼思考的 就是想要把自己古老文化當中最優秀的那一面 展現在舞台上 拿出來和你做藝術上的比較 甚至於說叫做藝術上的打拼 所以說有了這樣的一個利基點的時候 我心裡踏實很多 我知道我要拿什麼東西 拿出來什麼東西和人家對話 所以說在這樣的一個思考方式的一個前提下 我們就是掌握了國光劇團所做的戲 要有自己的主體性 要保持自己的這樣的一種藝術上 或者是文化上的這樣的一個主體性 這個時候我們所做出來的戲 才會有意義 才會有意義 而且才會很好的把它控制在我們可以控制的 這樣的一種創作的這樣的一個範圍當中 那麼我們剛才說這樣的一出秀儒夢 它當中不僅僅包含了昆曲的唱念做舞 我們說為什麼叫唱念做舞 而不是唱念做打 我們知道昆曲它的基本的構成 四公五法 手衍伸步伐 唱念做打 但是我們這齣戲裡邊 它不是舞戲 所以它沒有打 所以我把這個打變成了一個舞 所以它有非常鮮明的一個舞蹈化的這樣的一個橋段 是保存在這樣的戲當中 那麼我們和日本的國寶 長盤京文字兵衛先生 他是一位三維線的一位藝術家 他專門來做三維線的這樣的一個演奏 旁邊還有兩位 還有兩位是傳統的講唱藝術常備 我們要知道我們昆曲藝術 或者是傳統的戲曲藝術 都是綜合性的表演藝術 他的綜合性表演藝術就是唱念作打 集於一身集於在一個演員身上 一個演員他都要各個門類他都要精通 所以說我們是一個集大成的一個綜合性的這樣的一種表演 可是在日本的能舞台上他們的分工是非常細緻的 各司其職 唱的就是唱的 彈的就是彈的 舞的就是舞的 就是舞蹈就是舞蹈的 所以他不會 他不會就是這個一個一個演員 他既唱又舞還彈 他不會有這樣的這樣的情況的發生 那麼還有呢 我們在在當中呢 我們在去年的八月份 去到日本和日本的吳勇老師 藤尖派的吳勇惠都子老師 來做這樣的一個這個文化 或者是這個藝術上的這樣的一個交流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是三段式的表演 一段呢是傳統的昆曲 正宗的傳統昆曲的折子戲的樣式 中間的一段戲呢 是非常難得能夠走出國門 日本國門到其他的地方來巡迴演出的日本吳勇 因為日本吳勇他對舞台的要求非常的嚴格 你沒有這樣的舞台他沒有辦法演出 所以說呢 這一次我們專門為日本吳勇到我們台灣來演出 專門打造了一個與之規模相仿的這麼一個舞台 所以他才能夠走出日本國門到台灣來演出 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的秀如夢 所以說呢 在中間會有日本的藤尖派的吳勇藝術 也呈現在我們的觀眾的面前 那麼我想呢 在在我們為大家來講這個秀如夢的時候 我想先從這個文本上 先給大家 先來勾勒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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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 也就是呢 我們來講一個這樣的一個故事 秀如記是一個什麼故事呢 秀如記呀 講的是一個二十歲的鄭元和 他有一個非常非常著名的 非常名門望族 就是形陽正式 他是形陽正式的這樣的一個後代 他的父親是一個大官 那麼他到二十歲的時候呢 他父親要求他進京趕考 進京趕考 進京趕考呢 他到了長安城 到了長安城 哇 繁華似錦啊 比他那個家鄉簡直是強太多了 所以呢 他簡直是眼花撩亂 這個時候他去這個曲江邊啊 去去去去去踏春去游覽啊 巧遇了名記李雅仙啊 然後呢 這齣戲呢 在傳統的舞台上叫做墜邊啊 墜邊 那麼他呢 一見鍾情啊 他就進了行院啊 進了行院呢 就和和李雅仙啊 這個這個在一起啊 啊 那麼當他這個 當他的這樣的這個盘缠啊 都被這個老寶子啊 這個這個啊 掏進了之後呢 老寶子就把他踢出門外 踢出門外 他就淪為乞討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啊 他為了那個這個維持 他的這樣的一種生活的 這樣的一種奢侈度啊 他甚至於啊 甚至於呢 他把他自己的 在身邊的那個小书童啊 叫來星啊 他把他的來星 小书童都賣掉了啊 甚至於他把他的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結宗帽子啊 就是非常非常華貴的這個帽子 也到典當啊 也都也都也都賣掉了啊 結果呢 落得了一身的 一身的補丁啊 一身的這破衣服 那麼他進入到 這個 他淪為乞討之後呢 他的父親啊 就到這個這個 這個京城啊 來尋找他 來尋找他呢 來尋找他呢 那麼把他找到了 找到了之後啊 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 因為他呢 有辱家風啊 所以呢把他鞭打致死啊 所謂的鞭打致死啊 就是就是這個急性的休克啊 他就當時就 就沒氣了啊 沒氣了一摸哎呀壞了啊 沒有呼吸心跳了啊 哎 然後呢 這齣戲呢 這齣戲呢 在這個傳統的舞台上是有的啊 這一次我們將會在舞台上的那個 那個第一部分啊 傳統的折子戲的呈現的時候 我們會演這齣打子啊 由我們這我們的當家老生啊 那個唐文華啊 唐哥啊 和我啊 一起演一對父子啊 看看傳統舞台上啊 父與子的關係啊 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呈現啊 昆曲的打子啊 啊當然了啊 因為他淪為乞討啊 所以說呢 他他在這個這個 在這個這個 叫做什麼啊 就是 你要突然一下忘了啊 就是這個 乞討應該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隊伍 他也里面也有頭的啊 也有頭的啊 所以說啊 啊對 就像丐幫 對啦 丐幫 這個詞在我這很少出現啊 哈哈 對啊 那個 那裡邊呢 有兩個 有兩個阿大阿二 教他怎麼乞討 教他怎麼乞討 但是呢 他呢 他這個 他這個人呢 你別看到最後這個這麼落魄 實際上他是一個好人 他是一個好孩子 他只不過呢 他只不過是一失足 出現了這種這種事情 所以說呢 他就是 哎呀 說你 你可以 你可以裝啞巴 你裝啞巴 他裝啞巴 可以 可以討飯 可以討錢 可是呢 您行行好吧 壞了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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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 他還是 這個人啊 不會 鄭元和這個人啊 他是不會 不會說謊 他到最後呢 他說 哎 我會打蓮花烙 我會打蓮花烙 他就可以呢 打這個蓮花烙 來 乞討存身 啊 所以呢 在他 在他這個風雪交加的日子當中呢 哎 他呢 有一出戲 哎呦 不好意思啊 有一出戲叫做 叫做蓮花啊 叫做蓮花 專門打蓮花烙啊 啊 那麼 這個 李亞仙呢 聽說啊 他流落街頭 所以呢 去尋找他的時候呢 以這個 秀儒包裹啊 把他給救回來啊 所以呢 鄭元和得以活命 那麼 他和鄭元和 他和鄭元和啊 又在一起了 那當然老寶子 他就很 就不一了 他們就搬出了行院 到了另外的一個住所 啊 那麼 他和公子啊 他和這個鄭元和啊 朝夕相處 激勵他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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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啊 他讀書啊 啊 這個 旁邊啊 這個 這個 李亞仙就在旁邊 縫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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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鄭元和啊 拿著這本書 啊 看著看著 這個 李亞仙一看 你看什麼呢 啊 他說啊 我看你 我看你長得 我看你長得漂亮 哦 那李亞仙就問 這個 你看我哪長得漂亮啊 啊 他說 我看你眼睛長得漂亮 哦 我眼睛長得漂亮 好吧 他就拿起那個 拿起那個針 啊 我就 我就那個 不不不 碰碰啊 就把自己的眼睛就扎瞎了 扎瞎了 所以呢 有一齣戲叫做剃木 啊 叫做剃木 往往莲花跟剃木在一起演啊 在一起演啊 那么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举动啊 啊 就是刺激到了 郑元和啊 啊 郑元和在这个时候 他就他就 他就奋发图强 他在第23岁的时候 他考中了状元啊 啊 那么呢 他呢 被啊 被这个 被这个 这个这个 呃 去四川 去四川赴任啊 在这个中途啊 啊 他们又父子啊 又相遇了啊 啊 然后呢 从此以后 一家团圆啊 从此以后一家团圆啊 这就是我们的秀儒记 我们的传统的秀儒记 传统的秀儒记 演了三年的故事啊 从他二十岁啊 出去啊 出门去去赶考 一直到他一家团圆 二十三岁啊 所以呢 这三年以来 是什么呢 这三年以来 我们说是 郑元和啊 青春少年的成人礼啊 他是踏上社会之后呢 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啊 在这三年当中完成了啊 那么我们要知道 哎 这个 最终的他的他的结果 就是一家团圆啊 我们知道 在明清传奇当中啊 一家团圆啊 是是明清传奇当中实之有九的一个结果啊 或者是呢 那不管是他历经了多少多少的磨难啊 有多少多少的困苦啊 无论如何呢 是到最后一定要团圆啊 也就是如果说用安琪老师的话讲啊 就是说啊 在生活当中所得不到的啊 那样的一个结果啊 那样的生活当中的不美满 我们一定要在系里求 要在系里求 求得什么 求得圆满 求得团圆啊 其实这个东西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啊 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啊 一个一部分啊 所以说呢 十之有九都是一家团圆啊 但是呢 这出戏啊 要讲到二十三岁 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讲的是郑元和的人生回望啊 不能二十三岁就开始回望 是不是 所以肯定呢 它是从啊 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那么在传 我们在中间插一个话啊 就是郑元和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困曲舞台上 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啊 人物的呈现是什么样子的呢 哎 你看看 它 它是一个由小声这个行当来表演的啊 小声当中呢 这样的一个人物 它跨越了 金声 斜皮声 小冠声啊 三个小声当中不同的家门啊 来表演这样的一个人物啊 所以说呢 它本身这个人物就有相当大的啊 表演上的这样的一个跨越性啊 啊 那么我为了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 啊 这样的一个郑元和这样的一个人物 在舞台上啊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传统的形象啊 所以呢 我我挑了一段啊 一段小小的啊 一个唱段啊 啊 来为大家来先做一个小的表演 这个表演呢 啊 就是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啊 它流落街头 拿着那个莲花棒啊 沿街乞讨的啊 这么一段 这么一段表演啊 它是秀如迹莲花 这个大雪纷飞的啊 大雪纷飞的这么一个啊 这个这个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环境啊 哎呀 好大的雪啊 啊 那呀 好大的雪啊 对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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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飘录游 阿拉斯几 一堆堂 同一堆堂 四末首铁柱燒 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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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桃 一山凡社 粒东瓶 黎堡 穆穿衣術 破满山 走兵长江安 破满山 散散 散散 说 风吹的鸟 散散散 这是真远活的下长头 散散散 散散 散散 大家可以看到 就这样的一段 这样的一段戏 它的表演形式 它的表演形式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能够在舞台上见到的 最传统的斜皮声的这样的一种表演 郑元和在舞台上 他穷困潦倒的时候 就是我今天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样子 这样的一种样式 他这种表演上的样式 表演上的样式是最传统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出 在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身上 他的表演上的形象跨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出秀如梦当中 他的表演上的跨度 与之相比 他的表演跨度更大 我赋予了他更多的表演上的这样的一些突破点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样式之后 我们再来讲秀如梦 秀如梦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上的理念 我们说是和日本松丰西集当中这个剧本的这样的一个创编的概念 然后再加上秀如记的故事 那么我们要问问 这个日本松丰 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编写的概念 适应就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那我们讲他是一个用 我们讲他是平静的 凝重的 执着的 探寻生存和消亡的真相 而梦境乃是一场空 却也感悟在心头 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讲的是 讲的是梦境 讲的是一场空 讲的是心有所感 所以说他绝对不是一个一家团圆的这么一个概念 他实际上我们也不能说他是一个大悲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大喜剧的结果 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看他的新剧情 有辱家风 所以被惩处 被鞭打 然后他在父亲面前 他竟然恳求他的父亲容他留在长安再见亚县一面 他父亲其实都已经很生气了 都已经快把他打的半死了 这个时候他还真的还是不识相 他还要求 竟然还有非分的要求 把他爸爸气死了 所以打到他有二次灰鞭 二次灰鞭 所以把他打到血迹纷飞 把他弃于血地 那么要知道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一块 最主要的这边 郑元和高中状元 邪里亚仙四川赴任中途遇见的父亲 在这个管义当中遇见了他的父亲之后 三个人两间屋子 也可能中间就隔着一道帘子 为什么呢 他想要把他的女朋友介绍给他的父亲 说这就是您未来的儿媳妇 可是你要知道郑元和是那么的懦弱 他从小被他父亲管教的都快管傻了 所以说他在他父亲面前非常的懦弱 他不敢出一口大气 所以这个时候都三斤天了 他这句话还说不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李亚仙其实他已经非常的明了了 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他是不可能变成这个 行阳正式的 这么名门望族的儿媳妇 他了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处境 他把自己的秀儒留在了旁边的这间房屋子 他毅然决然的离开了 所以说呢 但是我们来设想一下 也可能过了15分钟 也可能过了半个小时 他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子冲劲 他就1234567 他就把这个李亚仙是怎么督促他上进好学 到最后呢 他考证状元的这个过程 好好地向他父亲表白了一顿 父亲呢 为之感动 表示呢 我愿意见一见这个人 这个就已经有谱了 有谱了 但是呢 当他把这个帘子打开的时候 李亚仙却不在那里了 留下来的是郑元和一辈子的遗憾 我们为这个我们这个为这个郑元和他的人生 我们为他 虽然说在剧本当中没有提到 但是呢 我们为他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勾勒 作为我们创作当中 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潜台词 也可能他 李亚仙 离他而去之后呢 他的人生 仍然非常平静似水的 不断地向前 这个岁月 不断地 岁月如飞 那么他可能 在之后 由这个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 娶到了与之匹配的 这个如意的太太 这个门庭门当户队 那么他可能也有非常幸福的家庭 也有那个子孙绕西 然后呢 他可能也有非常好的工作 这高级公务员 也当了大官了 你看他已经到四川赴任了 至少也能当个省长一类的东西 我们可以知道 他可能在人生当中 处处都非常非常的顺遂 但是呢 当他 当他七八十岁的时候 他心里头 最想念的是什么 他心里最想念的 不是他的荣华富贵 他心里最想念的是 他人生当中所遇见的初恋情人 李亚仙埋藏在他的内心深处 一直一直 就是深深的 刻在他的心里 埋在心灵的最深处 他时时刻刻都想念着 李亚仙 李亚仙 你在哪里呀 你在哪里呀 等到他八十岁的时候 年年如此 他陪着这个李亚仙 为他留下来的这个斗篷 走在去江边 寻觅着李亚仙的身影 如此往复 年年如此 一到了春天的时候 他就去寻寻觅觅 这样的一个冒蝶老人 他仍然做着一件 追求自己心目当中最爱的那个爱人的那样的一个动作 不断的寻寻觅觅 所以说呢 这出戏 它是从一个老人家 八十岁的老人家 八十岁的郑元和的出场 开始延起 那么五十年以来 离开了五十年以来 他一直呢 紧抱着秀儒 堵物思人 驱江春色当中 寻觅雅仙 就是这个故事所延伸出来的 这么一条情感线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时空的一个背景下 然后呢 他他一出场 他念了 这么想我郑元和 一世庸庸碌碌碌 尽是些琐碎无益之事 其实呢 这个这个每天处理公文 或者是当了什么很大官 召见 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 都是没有意义的 都是没有意义的 他一心 这一辈子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想着驱江春色 午夜时常梦回 常常的黎雅仙 出现在他的梦境当中 八十岁的郑元和 他的出场 要念这样的一段白 那 相我郑元和 亦是雍雍落落 两城江湖 今世世未 数岁无益之行 一夕 只向主 去将春色 物以 世长 梦 刚 虎 你看 在上来的第一段念白 赋予他一些设计感 就是 小声 小声 他勾着一些大小嗓子结合的方式 小声 你看 这个老者 这个弹音 这个弹音 表达了他的年龄感 在他一上场的时候 就赋予他一个年龄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一个形象 他就是一个八十岁的老者 他戴着白色的胡子 我们刚才 看到前面的影片 大家都已经有了解了 所以呢 在唱这段粉蝶的时候 也是 绝万老 熬 银残 是雅仙吗 再仔细看看 旧有淡水寒夜 一看这个环境 物是人非了 绿阳树 红杏蜡 轻轻雨伞 好像仿佛 仿佛有当年的音乐 当年歌舞生平的样子 他竖起耳朵来 来听 我再仔细听听 真火花 原来八十岁 耳鸣 黄红南壁 带着一点点的失望 带着一点点的失望 所以唱了这一段粉碟儿的时候 你看整个的我们所说的戏的铺排 起乘转合 这个起 就已经把这个人物的形象已经勾勒出来了 那么接着往下走 接着往下走 想当年我进京复试 出到长安 还是回想着 用自己八十岁的口吻来回想着 那么 竟在驱江 遇见亚仙 当他一提起亚仙来的时候 他那个眼睛 就放光 一提起亚仙就放光 而且一提起亚仙来的时候 他的声音都提起来了 都变得青春了 都变得年轻了 竟在驱江 遇见亚仙 那是亚仙 神匹一系 彼此修日 莫艳仙 一匹 清 清 清 你看我刚才披着那个抖篷 一直披着呢 我把那抖篷打开了 把它展开了 那个一席闭塞轻轻 我一转身 就让观众 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看当时青春年少的时候 就是这么的 这么的 这个样子 这个动作可不是简单的一个舞蹈动作 不是简单的舞蹈动作 为什么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舞蹈动作 它达到了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呢 就是秒变脸 我不是戴着白色的胡子呢 对了 我这个时候我一转身 我那个两个黑衣人 我先挡一挡 把我的壤口 把我的胡子摘下来 然后呢 我这边我再一走 这马边 这马边就套在我的手里头了 等我转身 我这个袖子 啪一拖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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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一停 20岁的郑元和 这个时候 就 这个时候 20岁的郑元和 就跃然舞台上 那么我们要知道 在日本的能乐堂 我们在日本演出 是在能乐堂演出 日本的能乐堂 它的形质 不是我们所今天见到的 这个近况式的舞台 它这个舞台形质 非常的独特 它的主舞台 是一个六米六 建方的 这么一个正方形的舞台 在六米六的舞台 这一边 竟然有一个十米的郎道 这个郎道呢 我们把它称之 它的学名叫做乔卦 叫做乔卦 能舞台 不是卡布基的舞台 卡布基的舞台 它也有一个郎道 是延伸到观众席当中的 那个郎道叫做花道 这个郎道叫做乔卦 大家了解 这是一个学名 叫乔卦 十米的乔卦 我要怎么运用它 我们要知道 我刚才讲了 这个能舞台上有梦幻能 这个梦幻能 乔卦与主舞台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表演上的一个区隔的 表演上的区隔 也就是我打算 要把这条乔卦 运用成一个 运用成一个 有幻觉的 一个虚拟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 这样的一种情节 把我用在这个乔卦之上 真正的回忆到当年的 那样的青春年少的时候 我再把它置于主舞台之上 所以我所有的老者的郑元和 都是在乔卦上 完成的 当我一转身 正好在这个乔卦 和主舞台的 这样的一个 分界点的时候 我套上马边 一个箭步 就上了主舞台 这样的一个 就表现出来 这样的一个 表现出来一个 这样的一个 年龄的区分 和情节上的 这样的一个区隔 就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它把它区隔出来 按马踏郊元 迎向长安春暖 他就拿着这个马鞭 拿着这个马鞭 我们刚才说 安马踏郊元 冲净像长安春暖 春陽裝 我安睡 依落烈与蓬荡 深情 神情情一心 聪生生老心三生 这是一个人用虚拟的方式 在不经意当中突然被剑倒了 没错 所以有一个动作 农大生前肾轻轻一席 肾轻轻一席 传统戏 传统戏叫做的坠边 这个不经意当中 这手一松 这个马边就掉地上了 你看看 虽然说它是一出创作戏 但是它在表演上 我觉得还是要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传统当中最能够说明续剧情节的部分 我还是很好的把它把它用在了我的新的创编的戏当中 所以非常典型的一个动作 就可以勾勒出这个人物此时此刻见到李亚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它简直就是被触到了 所以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他勞系三圣院 那么这个就是我所讲的 在这个人物 在这个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铺排当中 所要转换的 这么一种思考方式 这个人物呢 我一个人在舞台上演这个郑元和 实际上呢 这个郑元和由我来表演 除了表演他80岁的郑元和以外 他还表演了20岁的郑元和 不仅仅表演了20岁的郑元和 还表演了郑元和的父亲 在这个角色 在这个戏当中 这几个角色 都是我刚才说的秒变 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我看到这个剧本 这个剧本怎么写着写着 突然就写到他爸爸这儿来了 怎么又混了 这个口吻 怎么又变回儿子来了 我说这个好 这个太奇怪了 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剧本所赋予你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要求你在表演上有一些个不同于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铺排 所以在布局的 在整个这个戏的布局当中 我们把它做了几个分段式的 做了几个分段式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也就是说一开始是老年的变成年轻的 在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他父亲和儿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 对话的过程当中 哪怕就是一个转身 那么就要做不同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转换 不同的人物转换就足够了吗 不是 人物的转换以外 人物的形象也要转换 人物的声音 形象塑造 声音形象也要做转换 就比如说 他一转身 一转身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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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在地上 亥尔今日金榜高重 这个 对正式的 正式的列祖列宗 他就告诉这个正式的列祖列宗 我今天我金榜高重了 所以呢 他他非常非常的规范的 跪在那里 亥尔今日金榜高重 得以告慰正式列祖列宗 哒 哒 哒 一个转身 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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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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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日金榜高重 以身荣耀 天罪 苦 名 他爸爸 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可不是一个老头 啊 他可不是老头 他没有那个 他没有 儿子才23 我想他最多也就是456 456岁 也是他属于正壮年的 那么一个状态的时候 所以他的声线 我把它表现得比较红中大铝 比较有底气 再一个他是一个围观的 他又是有那种观的架子 他又是一个非常不苟言孝的 一个严肃的家长 在儿子面前教训儿子 是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的 所以他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把握住的时候 他的语气自然而然的 就被调动出来了 所以儿子和父亲之间 不停地转换 不停地转换 尤其是在打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讲到下面 我觉得在整个的这处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排练的 一年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几点 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它不仅仅是我排了一出新戏而已 或者这出戏 成功或者是不成功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东西都是你要演出来以后才知道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是非常享受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既有彷徨 当你得到了一个 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创作的出发点的时候 你的心里头又变得非常的踏实 英雄这样一个表演 创作的这样一个脉络 你可以很好的 这个突发奇想 你可以把你所能够想到的 各式各样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都把它放到你的创作当中去 但是有一点 但是有一点 就是让我非常的 让我非常的怎么说呢 苦恼的 就是我要怎么做跨界这件事情 我要如何的来做跨界 这样的一种把学到的东西 放到我的即将要表演的这个戏当中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所以说我是觉得 刚才我一开始就讲的 如果说仅仅是比较表面化的 如果我拿出了一段音乐 这段音乐可能是三维线的演奏 那好吧 那我就很简单的 我就把我之前学的那些个 那个吴勇的那些个姿态 我拿出一段来 然后我就跳一段吴勇 这也算跨界了 这也算跨界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比较浅层次 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 因为我这个吴勇跳得再好 也没有人家那个藤建惠独子老师跳得好 那个东西呢 这个就不是我们血液当中的文化 我们血液当中的文化是昆曲 是昆曲 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 如果说能够很好地把它有机的借鉴过来 融会于我们的表演艺术当中 那么这样的一种表演方式 才是真正的有机的结合 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一种有机的对话 我觉得这样呢 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它却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在去年的八月份 我们就专程 专程去了日本 专程去了日本和藤建惠独子老师 这是在那个藤建惠独子老师的那个studio里面 老师就开始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 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这样的演出前的表演训练 我们首先呢 第一堂课就是去了解日本吴勇 是一门什么样的表演艺术 日本的吴勇 它的身形和我们的身段 是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们首先了解这些东西之后呢 我们才有可能 把它的一些个有效的这样的元素 吸收到我们的表演当中来 所以呢 我们的老师 老师呢一上来 好好好 大家很好 大家都请坐 都请坐 你们先来换个衣服吧 换完衣服呢 等我出来的时候 这个棍已经都准备好了 就开始来为我们上了一堂棍树 上了一堂棍树 那这个老师说要教我们棍树 那我们就学吧 这个也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反腐 非常的反腐 其实在一个小时之内 这其实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学到什么东西 只是跟人家走一遍而已 依靠的是我们强而有力的模仿能力 对了 所以说呢 也就是照猫画虎 学了 学完以后呢 其实我们就很不好意思的 我们跟老师说 老师我们这个是一出文系 我们这里边没有武打 所以呢 这个棍呢 实际上我们虽然学了 我们只是了解一个样式 但实际上呢 我们没有办法学以致用 我们还大概用不上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 其他的卡布基 这些个无勇的艺术当中 有非常好的扇子的表演 可不可以教我们些个这方面 老师这个其实一点都不藏私的 马上就就转换了 马上就转换 马上就把扇子就抄起来了 然后呢 你看这个老师在这边 给我们来助教 他的他的那个 他的女儿在旁边助教 所以呢 我们两个人呢 这边可以看这边 一转身可以看那边 对 所以呢 都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所以呢 用这种方式呢 就开始给我们上课 学习了很多日本扇子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身形或者是用法 其实我刚才在这个 这个这个 前面的两个短片当中 大家其实已经看到很多了 我已经讲了很多了 其实在扇子这方面呢 我就不太 不再用更多的时间来赘述 但是呢 教了我们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来 我们 我们不仅仅是来当学生的 其实我们是来做交流的 我觉得交流才有意义 所以呢 找到了一个话茬 一个当口 我马上我就 我说 你看我们 我们其实在舞台上也是用扇子的 我们的用扇子的方式 我们的用扇子的方式 是这样的 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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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壁穷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 我们的扇法 我们所表达出来 用扇子 所表达出来的那样 那种 那种人物的情态 这个扇子 在我们手里边 是随身的一个道具 这个扇子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舞蹈 不仅仅是一些花样 它是 人物 内心的 外化 人物内心的 外化的一个 一个 向外的一个呈现 它是 我们手 眼 身 心的 一个向外的延伸 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道具而已 我的一举一动 和我的一平一笑 和我的人物的思想 思想 这个感情 和他的身份 和他的状态 都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 我们来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 我觉得 得到了一个 互相上的一个 一个学习 不仅仅我们学习到了 人家的东西 我们也让人家 了解到了 我们的表演艺术当中 同样的一个道具 它所表现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内涵 那样的一个意义 或者是 最基本的一些 使用的方式 所表达出来的 不同的艺术的面貌 所以 我觉得 交流 在我们的这样的 一年多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不仅仅 学到了人家的东西 我们也展现了 我们自己的风貌 这个 老师 这一次 在 我们的 三段式的表演当中 第二段表演 第二段表演 是由我的这位老师 藤坚惠肚子老师 来做表演的 非常非常的精彩 虽然不长 也大概就是三十分钟左右 但是呢 他的表演 的确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大家如果进到剧场 一看 就知道了 就知道 我们这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日本的 非常著名的 非常著名的 一位 这个吴勇的表演艺术家 这个 这是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舞台 大家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主舞台 主舞台 这就是那个桥挂 这个桥挂 有十米 这个整个 整个的这个舞台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门 只有一个门 然后这边有个小门 这个小门来讲呢 一般的主要演员 不会从这边过 这个小门呢 一般是 这个 这个乐队 和讲唱者 还有那些个神神鬼鬼的 才 才从这边 出入 一边的主要人物 都会从这样的一个 大的一个 这个木连 从这边准备间 从这边 从这边出入 你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舞台的形制 连 连 连观众的座椅 啊 座席 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啊 我们这个舞台 啊 有140年的历史 啊 它过去呢 是在将军家的 那个那个 那个庭院当中 啊 庭院呢 是露天的 是露天的 啊 他 为了这样的一个文物的保护 啊 把它迁到 一个不同的地方 啊 迁到了横滨能乐堂 为了他 做了一个横滨能乐堂 啊 然后呢 他 他至今啊 保留在这样的一个能乐堂当中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舞台 140年的历史啊 具有非常非常强大的 这样的一种表演上的能量啊 当你一步走上去的时候 你就觉得 你就觉得这个人啊 就被架起来的感觉啊 非常非常地有表演能量 你每走一步 你都觉得啊 你的你的这个能量在不断地积累当中啊 所以呢 那个 给了你非常非常强烈的啊 那么一种情境感啊 你就非常非常地入戏啊 非常能够在这样的能够感受到啊 他的表 他的这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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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 给了你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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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上的一种感觉啊 其实呢 在这在这之前啊 整个的我们的台湾媒体啊 也是非常对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制作 是非常非常地这个感兴趣啊 给予了非常大幅度的大篇幅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 其实呢 在日本同样也是 我们要知道一出一出新戏推出来啊 如果说今天朝日新闻 他对这出戏做了报道啊 那么可能独卖新闻就不会再动了啊 就就避开了啊 这个两大这个报业集团这个头头 他们是不会啊 他们是不会这个齐头并进 同时报道一个东西的啊 一定要别出苗头来啊 但是呢 这出去秀如梦啊 打破了日本传统艺能界的常规啊 朝日新闻 独卖新闻 东京新闻 神奈川新闻啊 还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媒体啊 都进行了这个这个大幅度的啊 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报道啊 所以说呢 可能是说日本的艺能界啊 传统艺能界 在若干年以来啊 从来也没有这么一个像样的一个大制作啊 可以值得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报道啊 值得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这个关注的目光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整个的秀如梦的这样的一个剧组在日本啊 也这样的一个创作啊 在日本呢 其实也得到了整个媒体 艺文界的啊 这么一个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重视啊 非常的重视啊 你看 我想说的啊 白白足带着用啊 白足带着用 这个这个白足带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这个在我们合作当中的啊 不仅仅是有理解 有交流啊 其实呢 有更多的是碰撞啊 碰撞到什么程度呢 碰撞到一言难尽的程度啊 碰撞到我们最后的要去演出的啊 还有前半个多月啊 我们几乎就要破局的程度啊 对吧 到什么到了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就是维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表现的主体的时候啊 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不想要用用减损自己艺术风貌的这样的一个代价啊 来迎合什么什么东西啊 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舞台上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啊 角色是什么 角色就是角色啊 就是角色啊 不是这个这个墙角的这个角啊 是这个角啊 你是什么样的人物 你就卖什么样的脚步 所以呢 叫做角色啊 我是一个小生啊 二十岁 我这个腿抬起来是什么样子啊 如果是铝布啊 你看不同的角色啊 这如果还是一个弹角啊 你看 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年龄 走出来的脚步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脚 脚底下 对于一个戏曲艺术 一个表演者来说 它是何等的重要 所以呢 我们不同的人物 在舞台上 还穿不同的鞋呢 是不是啊 有的是穿薄底 有的穿是穿福字旅 有的人穿的是厚底 有的穿是 穿的是鱼里洒 不同的人物 不同的身份 穿不同的鞋 如果说我们一概上去 都穿白袜子 这是很简单 我们减损了 我们在表演上的 这么一个表演的点 这个点就没有了 但是呢 恰恰 恰恰呢 我们在日本的 这个能乐的舞台上 他们恰恰都要求穿白袜子 必须是白色的袜子 白色的足弹 他们称之为足弹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 其实它就是袜子 这个白色的足弹穿上去 它首先呢 它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仪式感 在日本的 在日本的艺术家的脑海当中 这个舞台 它不仅仅是一个表演的场所 它是一个和上天对话的 这么一个舞台 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呢 它在演梦幻能的时候 它会有许许多多的 跟这个通灵 跟这个对话的 这么一些个动作 尤其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 这个是跺脚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当我们看到惠都兹老师 在演他这首戏当中 就是有许多 有许多这样的动作 即便就是我们 要来看日本的相扑的时候 其实也是 上去相扑之前 也是跺脚 也是先跺一下脚 跺脚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胆成土 而是跟上天有一个通灵 它是一种仪式 所以要穿非常圣洁的颜色 穿白色的颜色 上这个舞台 才符合他们的要求 但是很显然 这个对我们来说 头重 脚轻 然后呢 在舞台上 在舞台上 所迈出来的步伐 都很显然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但是呢 这种冲突 到最后呢 通过我们跟他讲 到最后由我来出面 由我来出面 我跟他讲 我说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一样 其实呢 从艺术的角度上 他们理解了 我们为什么这么的坚持 所以呢 他们做出了让步 他们愿意 为我们到处去寻找 厚一点的足带 那么 但是呢 人家这个市面上 都是平底的 都是平底的 怎么能够 突然就能够冒出厚底足带呢 这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要想做一些东西 他一定要重新打旋 要重新设计 然后设计出来呢 还要测试他的安全性 这么滑的舞台 如果你要滑一跟头 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受伤了 不安全 所以说呢 到最后呢 我们还是用理解的方式 我们做了最后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们尊重他们的 这样的一种 我们上台 穿着足带来做演出 这个到最后呢 就是在最后一刻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 不能够达到 厚底足带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 我们就是放弃了 这样的一个 放弃了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呢 在上场之前的 这个半个多小时 那个 这个横滨能乐堂的 这个馆长 这个田中先生 他就拿着 拿着一个全新的足带 我们每个人上场 都送给我们 说谢谢你 能够尊重我们的 尊重我们的 这样一个传统 然后谢谢你 那个这个 就是能够穿着足带 来表演你的艺术 我觉得呢 这个就是说 既是碰撞 到最后呢 我们还是归于 归于理解 归于理解 同样呢 我是觉得 这个穿足带 在舞台上 也对我 从表演艺术的角度上来说呢 它可能又产生了一个 一个新的课题 你怎么来克服 足带 所给你带来的 不同的 舞台感受 你怎么 重新的驾驭 这种舞台感受 你怎么把这种舞台感受 把它转化成 你的表演能量 从而有机的 把它运用在 你的表演当中 而不是成为 你的表演负担 成为你的表演当中的 一部分 把它用上 你不能很被动的 哎呀 我没有 我这没有 没有鞋 我不会演了 你这个 你被 你被这个足带拿住了 对不起 你就失败了 我不能被它拿住 而且呢 我反过来 我还要把它运用上 那么我就想 哎呀 我学了这么多的 这个 上了这么多课 跟日本的吴勇老师 学了这么多的 这样 或者是那样的身形 我就怎么 要把它放进来 怎么把它放进来 我就想 我的出场 出场 是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人物的出场 他的形象露面 这个 这个展现在观众面前 他的第一眼 是不是能够把观众的眼球 把它夺过来 这个非常的重要 长达六分钟的 一个故事梗概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长辈 和这个 这个三位线的演奏 六分钟啊 六分钟 舞台上什么都没有啊 你就一个 你就干坐在那 听六分钟 这个这个 如果说 我们在我们的舞台上 就是 那半奏六分钟 一个演员都不上去 你作何感想 所以说呢 我是觉得 这个六分钟太长了 我觉得我应该在 中间 有一些个作为 我就在 差不多三分多钟的时候 我就上场了 上场 用极缓慢的步伐 用日本 舞勇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步伐 滑步 披着这样的一个大斗篷 把我的白色的壤口 把它 把它挑在外边 眼神 低垂着 面无表情的 走在 曲江边上 那条 小径上 走到 一定程度的时候 眼睛 慢慢的 抬起来 哎呀 不知不觉的 都已经到了 曲江边了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若有所思的 以缓慢的脚步 走上这个舞台 它既符合 这个八十岁的年龄 也符合 八十岁年龄的 正元和 一个内心的 情态 所以呢 用 用五勇当中的 滑步 在这里 是再贴切 不过的了 你不要看 一个动作 非常非常的缓慢 但是呢 它却非常非常的 有能量 把这样的一个 八十岁的老者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一下就 把它提升出来 然后呢 走到了这个舞台的 五米的时候呢 正好音乐停掉 我开始念我的白 想我整元和 也就是说呢 我用了三分钟的时间 走了五米 用极其极其缓慢的速度 把我所学到的 五勇的脚步 把它用上 当然了 我们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个日本的 一些个扇子的用法 我也把它非常有机的 把它运用当中 运用到 我的舞蹈当中去 还有一些个 我觉得 这都是一些个 非常具有 具备特征性的东西 我们要 学一个东西 要首先要 要粘出它的 这样的一个 具有特征性的东西来 不能话说 我说 我把整段都演了 第一呢 你也没有这个可能性 第二呢 你演了这个东西 你没有提炼出 什么东西来 实际上观众也不太懂 你要懂的 你要把一个最 最典型的 那些个东西 提炼出来的时候 人才 哦 这个就是 那个 那个 日本舞踊当中的 最典型的一些东西 我想 哎呀 这个最典型的当中 就包括 我刚才讲的 这个跺脚 对我们来说 它仅仅是一个 制造一个声音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 要想用上 我觉得还挺难的 哎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东西 我不仅仅 可以 人家 人家在表现当中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一个通灵对话的 一个概念 我可以利用这个概念 做一个转化呀 我可以做转环 用在一个 我们这个 合理的情节当中 我就想 哦 这个 老子打儿子的时候 他非常非常的生气 他抄起这个棍子 往这个儿子身上 就这么一抡的时候 我说这个时候 咬的 这个气的咬牙 跺脚 我说这个是 我既把它变成 我们戏曲当中 情节当中的 一个有机的 一个城市 一个有机的 一个身形 同时呢 它又是一个 又是一个 从日本吴勇当中 所学习到的 或者是 所粘出来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一个点 把它有机的 和我们的人物 和我们的情节 把它交汇在一起 的时候呢 它就不仅仅 是一个 仪式感的东西了 它还表达了 这个人物 此时此刻的 这么一种 情绪的状态 所以呢 我刚才呢 跳了一段舞蹈 把我的扇子 已经放到袖口里了 这个时候呢 秒变 变成父亲的时候呢 首先是 怒目原睁 把这个扇子 从袖口当中 拿出来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 不是扇子了 它就已经 变成家法了 这个扇子 它已经有 第二次的用法 抬起腿来 扔圆了 这个家法 打下去 打两下 打三下 一交手 不要打了 哎呀 打的儿子 满屋子乱跑 哎呀 摔了一个跟头 这个扇子 就放到后面去了 这个扇子的使命 这个家法的 这个道具的使命 它就结束了 它就是通过 通过表演的状态 就把这个手里的道具 就处理掉了 然后呢 再来进行 秒变的表演 所以说呢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 表演的设计当中 它都是一个一个的关节 一个一个的棺木 我如何把它 有机的 把它顺畅的 把它铺排好 把它布局好 是在这个戏当中 在这个戏当中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我们当然 现在我们讲的 还都是 我的这一部分 就是从昆曲的角度上 来讲 他这个表演的铺排 我们也会 我们既然是跨界的演出 我们也要给人家一些个 篇幅 相当的篇幅 来表现三维线的表演艺术 和长辈的这样的一个声枪艺术 那么我就在想 要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日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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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潘金先生 也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和构思 不仅仅是 你 不仅仅是 你这个 弹一段 然后呢 我唱一段 他在唱的当中 他可以 有些个结合 和我们的乐队的结合 和我们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演唱者的 之间的结合 都可以 有不同不同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结合 有一段 就是 已经是 气奄奄 这个 鼓劣基残 没有 没有 气奄奄 鼓劣基残 我 我给我自己设计的 是完全不用 昆曲乐队 用 干唱的方式 来表达 这个时候 郑元和 他已经气息奄奄的 上流一口气的 这样的状态 好 一经时 起 起 烟 鼓劣基残 起 烟 鼓劣基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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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近乎于自由的这样那种拍子 来唱这一段 他的想法出自于哪 你看我 我不是那个 古丽 积残 我用了很多很多的气声 古丽积残 这种唱法就在舞台上一般不用 一般不用 在舞台上用气声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 一种错误的演唱方式 我们在台上都要求的是 共鸣 一定要有亮音 一定要有丹田气 要低了起来 唱的时候 你才能唱出喷口 各种各样的演唱上的要求 但是我在这个时候 用符合人物此时此刻状态的方式 用了想当年在大陆 最著名的歌唱艺术家 李古一老师 李古一老师 在八十年代初 刚刚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他是大陆的第一批的民族的声乐艺术家 他有个概念 就是民族声乐 这个通俗化 所以他唱了一首歌 他唱的歌 用了很多的这种气声的方式 那个时候 在那样的一个比较 还比较不是那么开放的 开化的年代 很多人就批评他 你看看 这个秘密之音 邓李军才那么唱 你也这么唱 所以呢 他说 妹妹找个泪花流 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唱的 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 我在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气声也用在这个地方 表现他气息奄奄的状态 我觉得应该是很好 但是呢 三维线在后边 弹奏着 我们那个导演 导演就偷偷地来问我 你觉得行吗 你觉得行吗 你觉得合适吗 你要觉得不合适 你就说 我就说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唱的是 我唱的是儿子 此时此刻的 那个气息奄奄的状态 后边的那个伴奏 是爸爸的那个 怒目原正的那个心情 从音乐性和我的演唱性来说 非常非常的格格不入 但是呢 我们却可以找到一个情绪上的共通点 把它有机地揉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新的演唱和演奏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 如果把它很好的处理好了 它就变成了一个 我们在跨界合作当中的一个新样式 当时呢 这是一段伞板 一上板了 它就不能随便发挥了 它就非常非常老老实实的 就变成了昆曲乐队当中的新的成员一部分 它就按照我们的节奏来合在我们的伴奏当中 这个时候呢 你听着就没有那么的显鼻子显眼 那么显山显水了 它就非常柔和的 它就归顺于我们的乐队当中 那么还有 就是它是在舞台上 在舞台上呢 它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在舞台上呢 其实它也有心的 有一次它跟我们的家后小姐说 那个家后小姐 我在这个地方 我可能有点发挥 你在舞台上 你只管唱你的 你只管唱你的 不要受我的影响 不要受我的影响 你看老师其实呢 他作为一个国宝级的 一个艺术家 他对我们这次的跨作演出 跨界的演出 不是一个非常消极的 只是一个配合的这么一种心态 其实他也有非常强烈的 一种创作的心态 积极的投入到这个跨界的合作当中 想方设法的 找到一些个新的元素 呈现在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 所以说呢 因为整个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和谐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艺术创作 交流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氛围 使得秀如梦 这出戏到最后呢 非常非常圆满的 在日本的舞台上呈现了出来 在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在文化的这样一个高度 我们做了一些个 做了一些个 做了一些个 怎么说 做了一些个实验 做一些实验 这个实验 它是不是成功 我觉得呢 留待于我们的 我们的观众来评判 来评判 来评评 但是呢 作为我一个 从艺术家的一个角度上 我觉得我通过这样一个 一个跨界的演出 这样的一个制作 这样的一个学习 这样的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 我觉得我自己得到了 非常非常多的营养 非常多的营养 我不仅仅是看到了 人家表演艺术当中的 最精华的那些个部分 同时呢 我学到的这些东西 我也把它有机的 用思维 用思考的方式 把它转化成一种 新的昆曲艺术的新城市 实际上呢 我用学习的东西 丰满了自己 丰富了自己的眼界 丰富了自己的阅历 这个阅历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阅历 就是呢 通过这样一个跨界的合作 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看到了许多 过去没有看到的东西 学到了以前 过去没有学到的东西 然后呢 通过脑力激荡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我这出戏 的点点滴滴 都把它用 怎么说呢 用最用心的方式 最用心的方式 把它呈现在舞台上 我是觉得 有了这样的一个初衷 有了这样的一个努力 这出戏 展现在舞台上的时候 它一定是一个非常 个别另样的 一个非常不同的 这么一个面貌 我是希望能够 欢迎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 都能够走到剧场里边来 一起来欣赏我们这一出 新编的秀如梦 同时呢 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能够在我们在地 就能够欣赏到日本吴勇的演出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刚才讲的 日本的吴勇演出 其实呢 往外走 其实并不是特别多的情况 舞台的状况不允许 所以说呢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板 所以呢 它就没有办法演出 我们这次 通过这一次的合作 我们还得到 另外一个概念上的收获 就是什么样的舞台 什么样的表演环境 造就了 你是什么样的一种表演形式 就比如说 我们的传统戏曲 叫做《红曲书上》 就是铺一块红地毯 在这块红地毯上演出 如果说你在红地毯上 你还想用这种 你肯定是滑不起来的 因为它没有那么滑 所以说呢 你在没有这个 你在这个红地毯上 你很显然 你发展不出来 这样的一套表演方式 这样的表演形式 只有在 块木的地板上 你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表演形式 的产生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我这次穿了组戴 所以也因应出 也相应的 发展出来一套 在比较滑的舞台上 怎么来做表演的 这么一套心得 它虽然说不是经常的出现 这样的不是经常的遇到 但是它已经作为我的经验 我已经保留在我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艺术当中 随时遇到什么样的舞台 我都可以很好的把它对应 把它应对 把它应对 所以非常非常说了这么多 归根到底 还是欢迎大家 能够在 大家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能够走进剧场 一起来看我们的表演 9月的8号和9号 星期六和星期日 在台中的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 下午的2点30分 在台中都是下午场 那么回到 再隔过一个星期 我们再回到台北的时候 我们是9月的14号到16号 星期五六日 一共演四场出 演四场 星期五的晚上 星期六的下午和晚上 星期天的下午 所以一共有四场 在我们台湾戏区中心的大表演厅 也就是在知山站 捷运知山站 非常非常的 谢谢大家 今天能够在这边一起来聆听我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创作上的心得 这个心得是一方面 最终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心得 要呈现在舞台上 才是最真的东西 所以大家如果能够进到剧场 来看我们的表演 就是再好不过的了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温云航老师 非常精彩的演讲 说实话 听了演讲 而且听到刚刚那么多的创作 心得跟分享 你真的一定要到剧场去看表演 一定要到 告诉你的台中朋友 到台中去 跟你的台北朋友说来到台北 我们今天的活动其实有录影下来 那刚刚跟小鱼讨论过 就是我们会把它继续放在脸书上面 我们希望说 你等会 如果你有拍照 回家麻烦你在脸书上分享 告诉你的朋友 这个这么精彩的讯息 那国王也非常体贴大家 就是如果你想买票 外面他们有一个登记的表格 你可以去登记 今天在我们现场买票是打八折 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 还没有买票的人赶快等会可以出去登记一下 购票的情况 那我们想热烈的掌声 再来谢谢温宇航 温老师 小鱼说还有一点时间 有没有人想问老师问题 开放给两个名额问问题 有没有人想问问什么 后面有个朋友有麦克风 那边还有一个朋友 OK有麦克风可以等会 这位先生您先说 老师谢谢您非常精彩的演讲和演出 尤其老师是没有讲稿 就一路讲一下就非常敬佩 老师想要请教一下 这个类似像这样的跨界的演出 是一种长久性的 还是偶尔一次的像烟火一样 假如我们把血液学和动力学放在一起 可以变成血液动力学 假如把3D摄影和细胞学放在一起 会变成3D细胞摄影 它就变成单独的一个学问 那如果像秀如梦这种演出来是 仅此一次下次再也不见 还说它将来成为一个新的物种 谢谢 基本上来说 这个是相对来讲 跨国的合作 跨界的合作 并不是经常出现 可能是偶尔为之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 这个作品并不是偶尔演出 我们可能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联络 其他的表演场所 也可能会尽量的 在这次演完之后 能够让它有更好的口碑 更好的生命力 能够让它更好的延续到 更多年之后 我是觉得它这个演出 不仅仅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它只是一个演出而已 但是我觉得通过演出 做文化上的使者 做文化上的交流 或者在文化上的一些 艺术上的借鉴 这种东西 它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 也可能这种跨界的形式 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也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内 它有这样的一个制作 它可能没有办法 在十年后延续十年 但是它却可以滋养我们的演员 这种东西是怎么说 是不可忽视它 不能把它小看 我觉得这次其实我 虽然说它只是一个制作 是我艺术人生当中的 其中的一出戏而已 我们也不能指望着 这一出戏就吃一辈子 但是这一出戏 却会影响我一辈子 这个东西作为这一出戏 它的价值就已经够了 谢谢 绿色衣服还有位朋友 谢谢老师 各位前辈心情 国际行销 Roberto今后拆检 老师您从小戏 然后一路就不铺陈了 那您今天又特别给我们说戏 那我不晓得如果说再过多少年之后 您大概会带领我们脚戏 脚戏啊 不是脚戏 脚戏 绝戏这个用这个字就不太那个了 老师知道我要说是吗 那我必须要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那一夹子的话 这样子不是已经是千岁了 我们这没有办法跟得上 好 我这个是在赞美您 第二个 日本的能剧 三位县 还有吴勇 您都说得非常透皮 但那个是展翼沙发的部分 但是它的美丽跟哀愁部分呢 可不可以再点我一下 希望能透皮一点 最后一至少 一个一江东水向东流 南气沿回的那个部分 我不想老师那个演播的流转部分 您是怎么样带我入戏的 我有很多问题都不懂 当然还是学艺未经 所以后劲向您带一些 谢谢 不敢不敢 您说演播的流转 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 在我们传统的表演艺术当中 手眼身发布 眼睛是训练当中最重要的一环 我们经常 我们小时候老师就说 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你眼睛当中所透射出来的 那样的一种情绪 它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 所以说呢 眼睛的这个表演的方式和流转 怎么说呢 一方面你要是我自己多年表演舞台上摸爬滚打 所积累下来的一些个经验 或者是说呢 我对这个舞台上的一些个表演的悟性 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呈现 还有一部分呢 是一些个表演上的技巧和技术 我们在看一个东西 我们是应该怎么看 怎么看这个眼睛才通透 眼睛才说明问题 并不是说 哎呀 我眼睛大 我眼睛大就好 正好有一句话对应了 叫做眼大无神 所以呢 眼睛大不说明问题 其实很多很多当代最著名的演员 他们眼睛都不大 但是呢 他们却非常的会用 关键时刻给你闪一下光 给你眨一下眼 然后呢 就藏了 就藏了 如果这个眼睛啊 总是放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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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的时候 我真的要放光的时候 没了 没了 就是永远不放光 关键时刻的给你来一下 你就觉得 哎哟 这家好真亮 这就是 这就是 这个 这是技巧 这是运用上的技巧 所以说呢 这些东西呢 把技术技巧 和你的心灵感悟 和你对这个人物 在舞台上的布局和铺牌 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那个眼睛 就会说话了 其实我不知道 能不能就是比较浅显的 回答您的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 那个是不是很窃题 但是呢 这却是我 在运用自己的眼神 来做表演的时候的 一点 一点 怎么说呢 一点经验 或者是一点 体会 谢谢 谢谢温老师 温老师第一次来到我们讲堂 当然要留下来合照 温老师请坐这边 您坐这 我们从这个角度拍一张大合照 后面的朋友 你想办法往前 有空位往前坐 往前这样 让你的脸露出来 好了吧 尽量往前 尽量往前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